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时候他必定从你手中纳贡献 你千万不能手软 记住了 怎么 你怕了 我 我不怕 我很不能早一点手刃子 罪皇帝强害我全家杀我阿嬷 我天天都想着报仇 我怎么会怕呢 那我刚才怎么听到一点叹息声 只是 只是苦了四阿哥 他被牵连起此事当中 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四阿哥 什么四阿哥 都是贼窝里生出来的贼主 大爷 你不要这么说四阿哥 庆儿 你就算杀不了这个贼皇上 也绝不能放过他 得让他去 上书房 康熙三十二年始成 原职在西华门内南勋殿赵祥所等处 正地玉碧莲 礼生以制成为本 读书以名理为宪 皇子们 一年三百六十多天 只有五天假日 其余时间 无论寒暑 都要天没亮 就起床 上书房读书 天师傅 您老早 阿哥们上书房了 阿哥们上书房了 你干嘛 困死我了 小子 想在玉庆宫当差 伺候阿哥的书房 你 你就不能困 我 我这刚梦着 混蛋 梦里倒娘吧 赶紧的 走 喜哥 这干嘛呀 这鸟还没起呢 阿哥们就去读书啊 这要饭的还得睡个早觉呢 这话你让我听见了 顶多挨一脚 要是让别人听到了 你屁股就烂了 奴赛 给四二哥请安了 进来吧 四二哥歇得好 好 起来吧 那奴才就让新来的蓝珠子伺候四二哥 奴才却伺候五二哥去了 好 你去吧 辛苦你了 奴才知道了 收口 洗脸 穿衣服 打辫子 记住了 舒脸 替 慢着 洗珠子 这蓝珠子身上怎么湿漉漉的 这个 他洗脸 他刚来 规矩和习惯都不懂 你多浇他两次就行了 不要拿冷水浇他的头 一早起来冷水浇头 留神落下病 洗珠子 你可别把人家从前对你的那些零碎 全倒到他的头上去 奴才 知错了 戍口 洗脸 穿衣服 穿衣服 爷 咱们得先打辫子吧 我知道你今天新来的 必定忙了 我昨晚睡觉都没把辫子打开过 也没压乱 你就替我把水打来 漱口就行了 是 爷 记住了 记住了 漱口 洗脸 打辫子 穿衣服 立佛年 算你造了 穿上个好心的珠子 要不然有你好受 先去 走 你可不可行 快点 走 走 够无才 你倒知道甜言较真 先到那边干嘛去了 我哥 萨格那边的哈哈珠子是新来的 得让人教规矩 这是 行了行了 赶紧的 伺候着 这 那边的早起来了 是 早起来了 读书呢 他每天起这么早 什么时候睡得觉 这个奴才可不知道 你指动个屁 就知道吃喝拉撒 是 奴才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 快点 两颗 这 我晓晓の代曳 Vern 落在岸上 11Ⅲ 你怎么ед了 你什么都会浪费 你什么都会浪费 还是在浪费 你别浪费 你别浪费 鱼 爷 快起来 祝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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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最难忘记 我给你擦 别碰这骨子 不能擦 祝师傅 您这骨子怎么是纸的呀 是啊 怎么是纸 这是骨子呀 这是桑皮纸 原本是不怕水的 可是浄了水就不能擦呀 那丝线锦绣的我用不起 看来这纸的 还是靠不住啊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给我找颜色 我得重新画一个 这骨子没了 别人藏我个尸仪 你们担待得起呀 好 好 新人兄好 铁钢老弟 去去去 铁钢老弟啊 你早来了 你总是让我这总师傅惭愧呀 铁钢没有家事之累 能多做一分就是一分 铁钢老弟说得对 家事就是累 老婆子要吃肉 闺女要穿衣服 最要命的是我还要买书 铁钢 我比不了你呀 铁钢老弟啊 今天的课业准备得如何呀 新人兄 铁钢有件事 要请教新人兄 最近阿格门的功课 怎么有些古怪呀 古怪 阿格门在书房这么久了 照说该策中策论治法了 可是最近新人兄 出的题目怎么都是 做人的基本道理 铁钢啊 你是不是觉得人长大了点 就不用管做人的道理了 我觉得呀 越大越要讲做人的道理 新人兄责备的事 严重了 严重了 朱师傅 颜色准备好了 快快快 尽量 阿哥们上书房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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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喜哥他们怎么冲墙站着呀 奴才碰到主子得把脸冲着墙 这是老规矩了 阿哥们上书房喽 你也得记着以后也得这么着 要不然小心屁股 记住了 阿哥们上书房喽 咱们还困呢待会儿有时间睡 这也太早了吧 这鸟还没起呢 你懂个屁 这上书房可是宫中的大事 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呢 因为未来的皇上就成这个书房出 你说这得了吗 所以说这伺候书房呢 是天下最吃苦的差事 为什么呢 因为大清国逞乾明之师 对皇子读书那是格外的重视 可天不亮就得起来读书 为什么要起那么早呢 连鸟都没起来 这皇子们就得起来 没人知道 大概早晨起来 人的脑袋还没有被杂事占住 读书写字记得牢吧 嗯 对 知道了吧 奴才该死 该死 奴才该死 三二哥好 三二哥好 奴才该死 三哥 奴才该死 怎么了 红珠子这笨奴才又怎么了 奴才该死 老五 你看看我这辫子 这辫子不挺好的吗 好 你叔叔多少花瓣 你个狗奴才 你简直把我气死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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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辫子加上辫花得二十七瓣 积数为阳 他怎么能给我编成二十六瓣呢 简直是气死我了 我 我 对了 他还说 说给我辫的时候我睡着了 我 我睡着了 你不得好好辫子 瞧出什么不对来了没 瞧出没有啊 红宝石啊 我鞋上可镶着红宝石呢 一脚没了 我让这个奴才打自己嘴巴 直到找着为止 今天要是找不着就打死他 三哥 老四 大圣人 说吧 是我的错 不是他的错 对吧 那是三哥的错 当然是奴才的错 照我看 这么大的错光打嘴巴算什么 就应该直接拉到菜市口 一刀咔嚓了他 杀了他 可是三哥 这进宫中 他老是这么爬着找东西打嘴巴 让人看见了 人家不知道奴才犯了什么错 只说是三哥 玉下过于磕眼 四哥说得对 奴才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来人呢 奴才该死 让那个奴才慢慢走 奴才该死 不必打自己嘴巴了 醒醒啊 小爷 醒醒啊 万宿爷 你怎么了 万宿爷 传御医 快传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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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 您总算是谢了 万岁爷 您可把奴婢吓坏了 羽衣来干嘛 朕没病都下去吧 万岁爷 依臣看万岁爷这是操劳国事 一支气须不调 亦来多梦 真没病 你们都退下去吧 万岁爷 臣妾知道您为了仙农之计 已经摘祭了两天了 这摘祭的事异道神志 万岁爷 如果您觉得农体无药 那就禁一副生外汤好了 仙农之计乃国之重点 朕身为万成之尊 不能亡乎轻视 朕只是危感不适 你们都下去吧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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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辰了 上书房要开了吧 师父们可都到了 茶水房得预备好开水 阿哥们起得早 别让他们猛灌茶水 得冲些糖水 万岁爷 您就放心吧 这上上下下都知道 书房是宫中第一大事 误不了的 三阿哥上书房 让你加个请字 你就是想不起来是吧 请 四阿哥上书房 拿去吧 赏你了 下回可别再给我念叨这玩意了 玩什么不好 玩条假蛇 谢谢三哥的赏 五阿哥是 喊什么喊 豪丧的 我在这呢 六阿哥上书房喽 我来了 我李爷 你又困了 敢笑 留声我捶你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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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格曼给师父见礼喽 师父好 阿格曼请坐吧 谢师父 我说喜子哥 这每天上书房都这么行礼啊 人说师徒如父子 让师父给徒弟跪下 当然不合适 可让未来的皇上 给他将来的大臣磕头 那也不合适 所以就这么着 学生啊想坐位行礼 师父从旁边换礼 今天书房是开讲 题目呢仍然是查经 我想来想去啊 想出一个好题目来 信任兄 你让我开的题目是两个呀 那两个题目今天咱们都不用用了 提纲老弟啊 今天我带来的这个题 其实就是一个字 这个字就叫人 朱师傅 开盟没两年就读过这个了 怎么还开呀 这虽然是一个字 可是这个题目 其实人生的一辈子 怕都做不完 既然三阿哥说 这是个开过的题目了 那我想请问三阿哥 论语上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除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欧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去也 君子去人 误乎成名 请三阿哥讲讲这一段 朱师傅 您看这题目也太简单了 那什么 老五啊 你说说吧 师父问话 怎么能这么唐突 三哥 还是你说 朱师傅 我还记得 当时您说过 什么富贵贫贱什么的 这个富贵吧 那是好东西 可是呢 不是正路来的 那也不能要 贫贱那是个糟心的事 但是 也不能为了摆脱贫贱 就不走正路 解得好 解得好 圣人之意 由三阿哥这么平时到来 倒是别有一种 智力有生的意味 好 朱师傅 解得不错吧 大义不错 可是开题之指 不再示意解字 而在知而行 朱师傅 话说到这儿 那我就要问您一个问题了 是 我也想当一个什么 仁君子 可是这人有什么用 人说马善被人起 仁善被人欺 朱师傅 君子国里的人 如果到了这世面上 那还怎么活 三阿哥的意思 是说人有道用 而无实用 是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哪位阿哥 能回答三阿哥这个问题 三哥这个疑问 我记得师傅从前 已经解答过很多次了 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解答过了吗 我怎么不记得 老五 你记得吗 三哥不记得 我怎么能记得 没有的事啊 三哥 您人在上书房 心什么时候 不跟长了草似的 您要是能记住 那可还就怪了 站起来 老六 我无论余闲 这书房里也是我最大吧 老五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啊 说 怎么打 怎么罚 各位阿哥 书房的规矩我不必多说了 如果谁再动手 那我就纵命着皇上 皇四子四阿哥开题 好 四阿哥请 人者必胜 西楚汉相争 项羽强而流邦若 刘氏百战百败而有天下 何也 人也 入关中而约法三章 代民 大清国的江山早就在这了 百战百败 老四 你可真有耐心法啊 不过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这个人最讲仁义 如果我当了皇上 那么在座的各位兄弟 一律的都封铁帽子亲王 世袭网替 三哥 有句话我没有听清 你刚说要当什么 当皇上 我说什么了 你们怎么都吓成这样 三哥 你想找死啊 老柳 你小东西你人不大 你够阴毒的你 我算看出来了 你是不把我脑袋搬家了 你不罢休啊你 三哥你说当皇上的 你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 你 我 三哥 咱们都是兄弟 何必动凶呢 瞧着没有 又有一个根本不把我 这个当哥哥放眼里的 三哥四哥 别闹了 怎么着 还带拉片手的 别闹了 别闹了 咱们不劝家呀 八爷你可真笨 土哥们奶奶你劝谁呀 来来来 来呀 爷请你喝茶 我说公公们快点上茶呀 小王八 喊什么喊 你娘生你的时候没告诉你 你爹当初在上书房当差呀 喝茶就喝茶 喊什么 你快点 咱无事 来喝茶 来 皇上 要不要传御医 朕没病 传什么御医 皇上 据臣看 皇上的脸色有些虚弱 朕说没病就是没病 皇上宣劳国事 为天下万民做主 都是臣等的不是 不能替皇上解忧 臣等万分惭愧 现在 朕最担心的是万一有一天真 谁来统于万民 皇上 臣等既为尚书房师傅 臣等必定不负皇上众托 还说不负众托呢 都在尚书房打起架来了 臣的事岂有此理 臣回去必定则以道义 让他们回赶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打起来了 是因为 都是些小事皇上 三阿哥的墨水不小心 撒到了六阿哥的身上 四阿哥不干了 就跟三阿哥斗上了气 五阿哥从旁拉架 可是这四阿哥和六阿哥又不干了 所以 阿哥们名为兄弟 可是大一生下来 就从额娘身边抱走 一个人身边保母八个 乳母八个 什么 针线上人 江洗上人 灯火上人 锅灶上人 断了奶了 还有几个太监教礼仪 反正都是一堆下人围着 兄弟之情就淡漠了 皇上 所以臣最近开题 纵使从头讲起 希望阿哥们 朕成绩大统的时候 就是因为朱皇子觊觎皇位 闹得天下纷扰 所以 朕才决定不立太子 到了今天 看样子这件事是想躲也躲不过去了 皇上 皇上正当壮年 鼎盛之计 万岁 万岁万岁 从来的皇上都称万岁 可是哪个真的万岁了 秦始皇要是一万岁 还有大清国吗 那皇上的意思 一个君主贤明通达 文质武功 那才算是一半的好皇上 把魏传给一个好皇上 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好皇上 皇上所论 是古今未有之言 行了 甭派朕的马屁了 朕要替天下百姓 认真地选个好的接班人 那皇上是看文章还是看 文章要看 什么都要看 我就先听听 这些黄口小儿 都学了些什么 就能讲出些什么来 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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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这只鸡你来做啊 叫什么来着 是芙蓉啊 还是翡翠啊 娘 你看看你 不就是一只鸡吗 你大呼小叫的都一晒五呢 这孩子 这吃回鸡啊 你又觉得我唠叨 你们两个谁唠叨谁了 你就惯着他吧 有钱给他买书 这吃只鸡啊 倒像过节似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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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来吧 这烹鸡啊 我是最拿手了 那咱是芙蓉还是翡翠啊 这个芙蓉鸡片 翡翠鸡腿 华溜鸡肉 还有雇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啊 上厨房散得早 那阿哥们呢 阿哥们给皇上烧香 皇上怎么了 这个不能跟你们说 慧如啊 上次你看食谱 上面有个一鸡三吃 有个汤叫什么来着 鸡汤 这个丫头 有人吗 你这个鬼丫头 我没叫你自己到处来了 你能家会算呀 他来了吗 他不来 我乐意来找你个刻薄鬼呀 你怎么知道的 那位来了 我知道了 我爹今天书房算得早 可我只有一台轿子 咱俩要挤挤了 没事 咱们快点走吧 要不我爹又啰嗦了 魏如 朱伯父 这傅茶家的大小姐来了 魏如怎么不请人家进来呀 朱伯父不必了 我来与惠如出去到庙里烧香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 爹 你真多事 敬礼佛菩萨 难道还要选特别的日子 我去了啊 晚饭也不必给我留了 傅茶家是阔人家 必定不把吃鸡肉当魁子侍 我不占他家便宜白不占 我走了啊 好好好 你们到哪座庙里烧香啊 你又给他找书去了啊 是啊 你看 颜柯的 好书 可以 是啊 我想他肯定喜欢 那当然了 我有本事嘛 比老师能替他找到好书 我可比不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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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池里 于于于于 诺才在 你上回说从鸡香斋新得了两本送百书 是 带我去看看 是 听伞个吩咐 三哥 等我老六 你们有没有兴趣 算了算了我可不想去了 满脑子全是说的 老五 今天晚些时候 咱们俩喝点 好啊 四哥 我不去了 我回去看我那条狗去 这儿得心做了一套皮衣服 不知道合不合身 马池里 一路上好好看顾四阿哥 那我才知道 四阿哥 日落前请四阿哥务必回宫 驾 驾 老五 咱们回家去 走啊 驾 驾 驾 奴才 给四阿哥请安 免礼吧 谢四阿哥 您客气了 我去烧香 回来路上讨扰一口水喝 您不必招呼了 是 池里啊 咱们到你房里去吧 是 四阿哥 凡儿爷 有池里伺候着就行了 四阿哥 奴才给您倒茶 不必伺候了 我待会儿叫你 喳 他来了吗 在里边呢 慧如小姐 请出来吧 四阿哥 四阿哥 奴婢给四阿哥请安了 何必呢 慧如小姐 请坐 慧如小姐 近来有什么好东西吗 四阿哥到心急 我这两天逛来逛去的 倒逃出点物件来 我这一天 原客的松雪师 我只是听说过 没想到还真能在房间找到 你倒真的随便什么人都能找到 你不看看那装真 是我重砖过的 现在一说 倒看出来了 你不说出来 只觉得书从皮到里到书籍 倒像是原版一体的 你也不用夸我的手艺 将来我爹要是犯了错 被耻夺了官位 我还有个手艺虎口呢 慧如小姐说笑了 朱师傅总领上书房 客情客紧 怎么会被耻夺官位呢 四阿哥 心里有事吗 是皇上不好了 朱师傅回去说的 我爹这个人你还不知道 宫里的事他偶尔说一两个字 没说过一个整句的 皇阿玛是不太好 四阿哥 你不必太过担心了 奴婢有句话 你说 看人 要高看一眼 看事呢 要低看一眼 这是谁说的 古人 有道理 看人 总要往好处想 高看一眼 看事 总不能想得太过悲观 要低看一眼 这是哪本书上 哪个古人说的 原来是你说的啊 那你这本书 打算什么时候开笔写 叫个什么名头啊 我都不懂这两个人 说着说着 就笑声不断 有什么好笑的 难得世上 有这么说得来的两个人 只可惜啊 可惜什么 你倒愁眉苦脸呢 只可惜 只可惜 只可惜啊 妹妹 你不是拿着醋呢吧 我和四阿哥又没什么瓜脸 他们只是君子之交聊聊天 我拿什么醋出来 你多嘴 行了 妹妹 是我胡说 你别生气就是了 好